你叫我幸福 幸福能保一保护 爱诚17日在卢州家中坠楼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享年40岁 消息一出震惊各界 纷纷感到十分惋惜 回顾起爱诚的一生 曾经也是那个眼神炙热 不屈不挠 勇敢追梦的男孩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爱诚 从小就有音乐天赋 六岁开始学钢琴 十三岁起陆续在全国歌唱比赛中获奖 他拿着奶瓶的时候 他就很喜欢看着电视机模仿 他会唱歌就是上天给他的天赋 受到不少天王天后的启迪 一直对来台湾当歌手 抱着极大的憧憬 十九岁那年 毅然决然离乡来台湾追梦 家人的支持 也成了他义无反顾的关键 我从小从弹钢琴到唱歌 从十几年来 我妈妈 我每一件秀服都是我妈妈 亲手用手做的 我每一场比赛 大小比赛 不管是驻飞机 驻火车怎么样 我爸永远陪在身边栽培 所以当歌手巨星梦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是我如果不成功 是不是人生是没有意思的 起初爸爸拿着爱诚的demo 到台湾美加唱片公司四处奔波 近代二年后 终于有公司愿意挖掘 他说我们要做日本台语演歌专辑 哇 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 就流浪西门町 那真的怎么办 他给我一万块 我八千块付房租剩两千块 你写了两千块 能在西门町吃多久 完了 没有几天 其实真的没吃什么东西 我现在回想起 怎么能够一包吐司这样吃 一个多月 因为也不想回去 不敢打给爸爸妈妈 参美公司也不理你 因为你已经不做什么台语演歌 爱诚称那段回忆 是他永远忘不了的经历 三个月当流浪汉到处游走 因缘际会下 在2004年发布首张个人专辑 爱成Mr.I 没来的急宣传 公司却闪电倒闭 歌唱梦想再度破碎 我那时候的心情不在于活不活的下来 我的心情是要圆我的梦 对 转集又已经没人听 回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就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那时候就躲在房间 不吃也不喝 我跟你讲就等死 你知道严重到什么情况吗 头发开始掉 眼睛开始看不见 耳朵开始听不见 真的这么严重 追梦之路几经挫折的爱成 挟着音乐天才的光芒 及背负家人期待 既不敢回乡 也不愿再接受支援 患上了忧郁症 曾躲在房里不吃不喝 此时遇上了改变他一生的教会阿姨 不只提供他吃饭住宿 也替他应征到台北知名Pub 嘱咐致电助唱 那时候状态太差 他说这个要唱 给他唱没有人的时段 爱成放下骄傲自负心 一步一脚印的学习歌唱 终于从冷门时段 唱到场场爆满 就是谁鼓励你去参加比赛 韩贤广老师帮我办工作证 用他的公司担保 我才能带下 所以他是我的恩师 所以他我很不想比赛的时候 他来跟我说你要去比赛 不是说带这里不好 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 待在这里这样唱 人生不可能这么不精彩 你要去寻找你的精彩 爱成勇敢踏出舒适圈 2008年首度在超级偶像踢馆亮相 一首对你爱不玩 演出令人印象深刻 隔年爱成正式参赛超级偶像2 打败了同是马来西亚籍的福穹英 并获得冠军的殊荣 我一定要在这里 有这样子的机会 好好地感谢 我台湾一路以来照顾我 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干妈 小阿姨 无条件地 就是为我付出这个六年 我很低潮 然后他们养我 他们这样子 然后我马来西亚的爸爸妈妈 我全家人 还有我所有的歌迷 没想到冠军出道 仅发行了一张专辑 爱成的异想世界万人名 销售成绩平平 歌手梦依旧不见起色的她 转战戏剧圈出演 新兵日记萧德基一角 国家有港长 军队有军情 军情是军队的名脉 停 你干嘛啦 你干嘛啦 其中李承平投唱军歌的影片 累积了千万观看 无厘头的性格 带给大家无限欢笑 尽管新途没有想象中顺遂 但幸运的是 爱成再一次 新兵进行曲节目中 与王童相识 心思细腻的爱成察觉到 王童活泼的外表下 隐藏的悲伤 用一把目击她 走进了她的心房 在一次约会当中 我其实那个约会 也不是真的约会 我们是组织群约会 但是刚好那天大家都忙 只有我们两个人有空 但是后来大家都说 那是你的阴谋吗 谈起王童的不离不弃 爱成曾在专访中 数度热泪盈眶 那时的爱成得了暴食症 从60公斤一路胖到90公斤 全世界都说 那长得像猪八戒一样 但是我看这菜肥 你看90几公斤 就是一朵鲜花 怎么会插在这个牛粪上 这种 这是真的 网路每天都在讲 或者是甚至在路边 还有阿姨过来说 你肥成这样 你怎么跟我们王童在一起 减肥一下好不好 不仅遭到网路谩骂 还受到路人闲话 但王童始终肯定爱成的才华 鼓励着爱护着他 不惜与三民论战 爱成也透露 自己曾中邪发狂40天 情绪不稳的他 到处攻击别人 整个人宛如被邪魔附身 当时王童察觉爱成不对劲 急报安抚 不离不弃陪伴爱成度过难关 我一段日子是长达40天 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 我知道你有那一段 但是我怎么样都记得 我爱他 爱成因为王童的相伴疼爱 浪子回头 两人相知相惜 没想到却在交往六年 经历了一场 异想不到的风暴 王童还以婚男心马俊玲 私下过从圣秘 马俊玲太太还以侵害配偶权 将王童告上法院 并求偿400万 让两人感情蒙上阴影 但爱成最后仍选择原谅王童 那这一年 大家把我当成什么暖男嘛 世纪什么大好男人 我以前这么烂过嘛 我以前这么烂过 你们不知道嘛 那他是从错误中学习吧 我选择挺他跟原谅他 跟爱他继续爱他 这是我的选择 然后我也觉得很值得 隔年7月7日 两人爱情长跑十年 终于跑向红毯 五十七日跟我们交正婚 我就 我就觉得我是这辈子最幸福的 上天跟我讲说 你们7月7号去 从那时候开始 天天就看到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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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什么加个油777 去单体买个早餐 加一个水煮蛋77块 我们去看电影 然后整个停车场全满 就只有一个车位77号 然后但是特斯拉不能停 我们听 我说到B2 我说B2如果还全满 在一个77 我就相信你 下去全满 只剩一个格子77 婚后两人尽管在乡土上 有些许磨合 但甜蜜程度依旧不减 没有关系 我没有一辈子的时间 而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 艾成经营的马来西亚家乡味品牌爱乐莎 亏损连连 四间分店仅剩一间苦撑 你看油油亮亮的皮 而且还有你用藜麦饭 哇你现在全部都用藜麦饭下重本 我们不是亏 我们不是亏 费在500万吗 欠下500多万债务 让艾成身体出现状况 回家测血压镳高到170 睡觉不敢闭眼 紧握着老婆 你不要睡 我怕明天见不到你 也让王童相当担心 无料17日经传艾成坠楼身亡 王童透露近期艾成 疑似因经济问题心情低落 事发前一晚 艾成精神状况不太好 无法和人对话 王童外出工作时 担心艾成独自在家 还请教会的两位朋友陪伴 没想到最终 人无法阻止憾事 让亲友感到错愕不已 他每次见面就是充满活力 然后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然后一直在鼓励别人 关心别人 然后告诉别人很多 很正向的话 总是在来欢笑好人员的他 也让演艺圈好友 纷纷涌入哀悼 愿爱承在天国和朱丽静 当个快乐的天使 一同是天上的超级偶像 无忧无虑地唱着自己最爱的歌 回家吧孤独